唉 最近翻了车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一堆就是我翻车的 本来是想给大家拍开箱节目的第七代产品 首先 我买了一个iPhone一代 买过来了之后 看见没有 这里有个黑点 屏幕有问题 不太行 那么我又看到了这个iPhone3G 也是苹果的二代产品 打开之后 压得 50块钱简陋 结果 需要卡来激活它 没有卡 怎么办呢 这个东西就死了 就不行了 只要你是激活不了它 你无论是刷机或者是 反正怎么着都开不了机吧 这个又没用了 对吧 然后我在网上又闲逛 又看到了一台 三菜版的3GS 是不是很好啊 这个是因为没有密码 我刷了机之后 激活不了 那这台是怎么回事呢 先给大家拆一下电池 它这些东西都是配电齐全的 挺新的一个状态啊 你看 核3GS啊 如果是锡屏的话 好像看不太出来啊 我们先给它电池装上 为什么它又翻车了呢 稍等了 就只有一个开机间啊 其他地方没有任何按键啊 哦 亮了 嘿嘿嘿 这个地球 打开以后呢 它又需要密码 你一个山寨机 你要密码 你对得起你是山寨机吗 不过它是可以无限式啊 我试过大概2000多遍吧 都没有对啊 而且呢 我一开始 确定啊 密码错误 我一开始呢 以为它只是一个四位数字的密码 一 二 三 四啊 结果它可以有第五位 第六位 第七位 第八位 啊 密码 这种组合 少说有几千万个对吧 又翻车了 而且啊 我用什么方法都不可以解锁啊 这 有没有高手 知道这种 山寨机怎么解锁吗 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啊 我 太难了 然后啊 就是咱们这个 你看这说明说这个啊 咱们这个诺基亚 莫名其妙了 之前买来好好的 拍了视频之后呢 开表机 这个也是啊 之前呢 我一开始来的时候呢 它还开个机 现在又翻车 又翻车 又翻车 一个N97 一个N79 都是这么个情况啊 不是电池的问题啊 电池呢 是有电的 然后再看这个 这个呢 是一个游戏机对吧 只有个游戏机 我在想它是插卡的对吧 我家里这么多游戏卡 怎么可能适配不上 它还是一个上电池的 这个电池即使是没用的 咱们还可以上这个7号电池对吧 照样可以激活它 那来玩 那么我们现在来上架电池 开机在这儿 屏幕是好的对吧 感觉这个分辨率还可以啊 这个卡不用说了 差不了 那这个小卡总可以了吧 好像也大了啊 差不进啊 我仔细看 这压的 这个卡居然是中间分叉的 你敢想 一个游戏卡中间分叉 你这是什么专利啊你 哎呀 又不行又不行又翻车了 这个东西 也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找到 适配的游戏卡啊 最后啊 还有一个神奇的产品啊 看这里啊 不需要电池 上水就可以显示了一个闹钟 一个电子钟啊 我没有拆开看啊 我觉得这东西 听上去怎么那么不靠谱呢 用水就可以充当电啊 哎呀 这东西看着还挺高端啊 哎是这样子的 这里是日期 还星期几啊 这个设置啊 这个背后 这东西怎么那么高端啊 还两块铁啊 用铁就可以和水发生反应 产生电流了吗 咱们试试看吧 这有个上水口啊 这个卖家说啊 这个东西 水只要它满的 满过这个铁皮 它呢就可以一直工作 哎 刚烧的 现在呢 已经装满了 把这个给盖上 哇 这么神奇的嘛 还真显示上了 还很复杂啊 这个是时间 这个是湿度 这个是温度 还有这个什么 湿度的趋势 这还有天气预报 而且啊 这显示还是挺明显的 不像是那种 没啥电的那种感觉啊 电满了 要么把水倒掉 看下它还能不能显示吧 用吹风机给它吹一下干吧 已经过了十几秒啊 它真的不显示了 这 这是啥原理啊 这啊 OK 那么这个原理 如果小伙伴知道的话 可以底下给我留言哦 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些翻车产品啊 也先放这里啊 有些东西呢 像这个游戏卡 慢慢的收集 也会收集到啊 那么就这样吧 拜拜